手臂脱臼怎么复位 龚四海 中西医结合骨科 主任医师 常说的是手臂脱臼 实际上是包括我们肘关节 肩关节 腕关节 这三种脱臼的治疗 肩关节脱臼往往比较常见 但是这个常见往往是受伤原因比较重 包括肘关节 肩关节的脱位在临床一看 为什么它是肩关节脱位了 肩关节这个部位不饱满 它是空虚的 一看肩关节脱位了 一摸是空的 为什么呢 这个部位有一个三角肌 红骨头绪在下面 第一个一般采取的手法腹位 往往就会解决 但是有的人年轻 体壮 脊肉力量强 可能在手法腹位比较困难 那就可能要采取在麻醉下 手法腹位 脊肉一松弛就很快就腹位上去 肘关节的也容易脱位 肩关节脱位呢 往往会伴随了其他的韧带和骨折 腹位简单 韧带会比较麻烦 所以这一块呢 一般手法稍微一动就上去了 但是呢 往往会伴随了周围的韧带损伤 这个就比较麻烦 就会出现后移的 肘关节的一些骨化性肌炎 也就是影响肘关节活动 这是我们常见的两种 当然晚关节呢 相对的比较少 如果在出现晚关节的脱位 跌类的可能就比较复杂了 它的骨头比较小比较多 对于可能就伴随其他的骨折了 往往跌类的 对于关节的腹位 我们都是牵拉 腹位 有时候制动就会上去了 专家提示 一 包括肘关节 肩关节 腕关节脱臼 二 肩关节脱臼较常见 采取手法腹位 三 伴随骨折 腹位简单 韧带恢复较麻烦 四 针对大的关节来说 常采用牵拉腹位 腕关节很少进行牵拉腹位 因为会有骨折